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明月 这家里又出什么事呢 真是 喂 明月 大哥 这周末你在家吗 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 你来看我 不是 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我到美国 现在在洛杉矶呢 你来美国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我跟商务考察团过来的 您走了好几个城市 后天就到你们那儿 你们要是在家呢 我就去看看你们 你们要是忙 咱们就下次再见 我当然在家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来啊 那行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不用了 你到了这儿啊 你就给我来个电话 我亲自开车去接你 好吗 好 好 拜拜啊 这个明月啊 她怎么这个时候来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不能让明月知道我失业的事情了 我觉得你就应该实事求是 咱们得面对现实 不行 绝对不行 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失业者的吗 那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失败者 我是个失败吗 我只是暂时的没有工作罢了 你希望我在明月的眼中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那么大面前 已经丢够人了 上次我妈走的时候 我作为苏家的老大 我原本应该承担起家里的一切 可是我做过什么吗 我妈的目的 葬礼都是明月出的钱 她这回要是知道我失业了 你让我这个大哥还有脸面吗 你们是亲兄妹啊 你干吗要这么想呢 再说你忘了因为你上次的你们 闹到他们之间有误会吗 这次不一样 明月要是知道我爸不能来美国 是因为我失业了 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家里人 还有我爸要是知道这件事情 他在受点刺激出点什么事 你让我怎么办 我真是不明白您 老婆算我求你好吗 千万别告诉明月我失业的事 算我求你了行吗 洗碗 我洗 你陪着孩子玩啊 我洗 你陪着孩子玩啊 我洗 我洗 你陪着他玩 我洗 我洗 你陪着他玩 你陪着他玩 ひ死 我洗 你听傻的 我给他们开了 好 378是吧 太丁不丁不丁 老板 你 电话 我先接个电话 好 慢用 出完啊 谢谢光临 谢谢啊 喂 大叔 小时啊 你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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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帮我个忙 在你那个餐厅 给我留个桌啊 我想带客人去你那儿吃饭 没问题啊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你这样 你多备几套拿手菜 再给我发个位置 我这儿就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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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瓜 来 这汤怎么样 不错 合你口味过 这跟我在广州时候喝的那汤店一样 真不错 好 老妮 上回你说那理财 我回去查了查 我也看不太懂 要不你跟我说说 你还惦记着这事呢 这理财啊都是年轻人玩的事 我也只是略懂跟你说不出什么道道来 别谦虚啊 年轻人玩的 你瞧你现在穿的这身 戴着帽子 比年轻人还年轻人哪 我跟你说 这人老不老啊 你得自己说了算 你说我都这个年龄啊 老伴也不在了 而你们也都成家了也顾不上餐 你活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 这人哪 你怎么快活就怎么来 可别在乎那些世俗的条条框框 你看我现在啊 就愿意跟着年轻人打成一片 跟他们一块儿聊天 一块儿锻炼 趁机你也学学 你看 你看他干嘛呀 你说你的 我跟你说 你趁机也学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我这理财就是跟他们学的 我现在也能用我那点工资和那点储蓄 赚点小钱 有钱赚又好玩 就是图个高兴啊 理财真赚钱哪 你看老了不是 他不赚钱谁弄他干什么呀 这叫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你爱理财才爱理你 不是说有风险吗 什么没风险啊 你玩彩票没风险啊 你中过几次奖啊 去 这理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 它有固定的收益 这理财的风险和收益啊 它成正比的 只要你不盲目追高不贪心 你一般都能赚到钱 老年 理财这事你也带带我呗 你教教我 我也想理财 别一人吃毒食啊 你看你这 什么叫吃毒食啊 我跟你说理财这事啊 一你得有本钱 二得有个好的心态 如果你打算玩玩 那你可以进来 如果你打算发财 你趁早别玩这个 这个本钱比较大 最起码得上半吧 你得跟家里商量 他们得同意了 我觉得爸有点问题 又有什么问题啊 我回来啊 在垃圾箱里边 发现好多废的彩票 我以为多大事呢 吓我一跳 玩彩票挺正常的呀 老人家 平时也没什么事干 打发打发时间嘛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妈在的时候 我爸就经常投钱出来 买赛票 你一下给了她一文二 我爸她脑子一热 全买了 有这种事情 爸他不能这样吧 我爸是不靠谱 代言人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现在怎么办 你 你想想办法 就是试探试探的 行了别擦了 赶紧去 爸 聊聊 我就想问问 那一文二 存了吗 还没呢 今儿跟你那叔出去了一趟 有点事呢 那钱搁哪儿呢 有 有什么事吗 没没没没没什么事 我就说 钱不能搁在身上 搁在身上 容易丢 我觉得还是得存在银行里 我 我还没想好存不存银行呢 而且这个钱我也没想好 到底怎么用 对了 你 你也说啊 别提捏书了 现在外边片子真的很多 听我的 你们把钱存在银行里准没错 你要是揽着存 弄不明白 你把钱给我 我给你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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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没有啊 那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莉莉 爸 怎么了 给我那个钱是 还我账的钱是吧 是 就是还账给您的呀 你们不是想要回去吧 你们不是想要回去吧 不是 爸 不是这个意思 您误会了 我们呢主要就是担心 就担心你乱花 没担心错 你们吧 只管美约 按数还钱 还到我这儿 我怎么用怎么花 你们不用操心了吧 我觉得您这话听上去呢 其实很有道理 但是 行了 爸知道怎么保管他的钱 出来吧 好的 好 这么多人哪 警方体内容 不要给过声援 退款转账 你们是两个人哪是吗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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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 你怎么知道了 贵理财 贵会来 贵理财 您看 看 看 看一下 我 我们是那个理财公司的 现在银行刚推出一个 新的理财项目 您看一看 看一看 来 再给您一张 好 好 好 再这样 大伯 涨幅在百分之九 年 年化率百分之十五 老弟 您好 嗨 大伯 请坐 我是豪福理财的首席顾问小金 您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就可以咨询 等着 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就问小金吧 来 大哥 上车吧 明月 您现在做得不错呀 代表你们公司来美国商务考察 你在你们公司 地位是不是挺高的 本来是我们集团 公司老总的名额 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我就捡了一便宜 达哥 你怎么样 对 你上回说 家里遇到一些麻烦事 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了 怎么回事 那事情解决了吗 也没多大事 就是 跟你大嫂商量着 换个房子 换大房子呀 行啊 大哥 你现在也不错呀 是这样的 上回回来啊 跟你大嫂说了 咱爸要来美国养老的事 可不巧的是 你大嫂的爸爸妈妈 也提出来 要来美国陪着女儿 安度晚年 你大嫂家 跟咱们家可不一样 咱们家有三个孩子 你大嫂可是独苗 这没有任何理由 不让她父母来美国 你说是不是 那肯定 所以我跟你大嫂合计着 既然两边的老人都要来 那现在的房子就有点小了 而且地段啊 也不是特别好 以上也趋比较远 所以我们就合计着 干脆换个大点的 之前倒是看上一个 跟房东也谈得差不多了 价格也能接受 但是这房东啊 谈着谈着 就开始犹豫了 一会儿卖 一会儿不卖 所以这事啊 一直半会儿定不下来 我想着 等这边全办妥了 直接把咱爸接来 直接住新房子 这多好呀 可没想到 就因为这事 明生和爸还跟我急了 大哥 你真不能无底线地 惯得咱爸 要我说他就不该来美国 他语言又不通 饮食也不习惯 就他那狗脾气 未必能跟大嫂处一块儿去 回头在美国待两天 又闹着要回去 你还给他打一飞地送回去 你这不纯粹给自己添乱吗 我这话都说出去了 跟爸承诺过了 那我总不能食言吧 我必须得做到 这老话说得好 你还要养儿防老 不就是为了养老送中吗 咱妈在的时候 我没陪在身边 咱妈走的时候 我也没送上最后一程 我这心里有亏啊 我可不希望在咱爸身上 再留有什么遗憾 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家里的事 那咱就不说了 你能来看大哥 大哥还是很开心的 美国欢迎你 那咱俩都不喜欢 你能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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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格局不错 是吗 还行吧 明月 你比照片上还好漂亮 小时候我哥宝说 我嘴大太丑嫁不出去 现在被他严重 你先歇一会儿 今天我下厨做山海菜 辛苦了大嫂 我说了 这个位置 在花 month 这个地方 我去说 可以 我可以 现在 事儿 我可以 我可以 开口 我可以 咕咕 咕咕 你在畫什麼呀 這是誰呀 給你畫個小太陽吧 它肚子這麼大 是不是消化不良了 可以嗎 好 你把你所有的餅乾都吃了吧 來醫生 你給他打一陣吧 醫生先生 我肚子好疼啊 怎麼辦 你快給我打一陣吧 打在哪兒啊 你隨便選一個吧 好 你怎麼打在腰上了 好 沒想到我這麼喜歡鳴玉啊 所以說血緣呀 就是一個神奇的東西 他們倆從來都沒有見過面 第一次見面就這麼黏 幸好 我要是沒有失業都好 鳴玉來了 回頭我再把爸和明晨接過來 似乎就算是氣了 謝謝醫生 謝謝醫生 我能親親你嗎 可以呀 你這麼吃呀 謝謝 那個明月 別光顧著逗孩子 趕緊吃啊 小黎太可愛了 看到她我都想生孩子了 你們守這麼個小天使 估計都捨不得上班了吧 是啊 不上班怎麼行啊 別看她現在是天使 她是惡魔的時候 你都沒看見 能想像 大哥大嫂 我敬你們一杯 謝謝你們熱情款待 下次回鍋我做動 明月 你這麼喜歡小妹就別走了 留下來住幾天吧 正好拍孩子玩一晚 那太麻煩了 晚上回酒店吧 不麻煩我們樓上四個房間呢 當時你大哥買這房子的時候 就想著 你們一家呀 你們一家呀 一起來很好呀 是啊大哥 你們這房格局又好 住兩家人都掃掃有餘 換什麼房子呀 那個 我原來確實不行 明月 你們這麼忙 住不住就讓她自己決定吧 對嗎 沒事兒我想小妹又再來看看 我們有外事規定 還是回去住比較好 阿姨好 怎麼了 明月 雖然咱兩個人是第一次見面 但我覺得我跟你挺投緣的 我覺得你挺好 不像他們說的那樣 哪樣啊 我這人吧 性子直啊 有什麼說什麼 你大哥跟我說 你在家其實挺厲害的 不過我沒覺得 我覺得你挺好 你大哥說的沒錯 咱倆相處時間長了 就能感受到我的厲害了 你還要在這兒待幾天吧 嗯 有空的時候 來家裡玩吧 寶寶那麼喜歡你 多陪陪他 哦 好啊 這個邀請我沒法拒絕的 好 那那個 你有空了就給我打電話 我去接你 不用 我自己過來 好 寶寶呢 睡了睡了 睡了 來 坐 你幹嗎呀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對不起你 你說茗玉來了 還要你幫我一塊撒謊 對不起對不起啊 其實我今天挺高興的 高興 我覺得茗玉 不僅人長得漂亮 還大忌 關鍵是還喜歡孩子 最好 那你是只看到茗玉這一方面 什麼時候啊 讓你看看茗玉另外一面 你就知道 另外一面 我覺得茗玉 她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 不像你說的那樣 也真的想不明白 她怎麼就和你的家裡人 鬧成了那樣 這話怎麼說呢 我很早就來美國了 就算小時候在家裡啊 我也只忙著讀書 別的我什麼都不管 所以茗玉和我媽 茗玉和我爸 包括茗玉和明成 到底怎麼回事 我也不清楚 但是有一點我知道 我們家要是論吵架 除了我媽以外 沒有人是茗玉的對手 我記得有一年 我放暑假回來 茗玉應該是讀初中吧 我一進門 就看到茗玉和我媽在吵架 茗玉成呢 站在一邊罵茗玉 好像是為了什麼複習資料 具體的我也不清楚 我記得我媽 應該是剛剛下班回來 累了一天了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茗玉打了一頓 茗玉當時就反抗了 把我媽的手都給咬破 當天晚上啊 茗玉離家出走了 整整三天也沒回來 我媽急了 只能報警 你猜警察是在哪兒找到她的 在我們那兒最偏的一個湖邊 這個茗玉 愣是三天三夜沒吃飯 警察找到她的時候啊 人都走不能路了 是警察把她給抬回來 茗玉挺可憐的 她可憐歸可憐 但是茗玉後來幹的那點事啊 也確實比較偏激 那年茗玉考大學 我媽為了省錢 就偷關係 讓她上我們市裡的一個師範學校 茗玉覺得學校不好啊 跟我媽又吵了起來 她還發誓 從今以後啊 不用蘇家一分錢 不登蘇家的門 十年了 她真的做到了 這回要不是我媽死啊 我估計我都見不著她 不過這回 我覺得茗玉倒是幹得不錯 她竟然能夠說服明成來照顧我爸 我還真想不通 你說她用了什麼方法說服明成呢 不過用了什麼方法 我覺得茗玉能夠走到今天 非常的不容易 你這個做大哥的 要多關心關心她 哪兒輪著我呀 人家茗玉在國內混得好著呢 要錢有錢 要地位有地位 哪兒輪著我這個當大哥的去關心她 這話我就不愛聽 她是你親妹妹 關心她怎麼了那是親情 這跟錢跟地位沒關係 聽見沒有 記住了 聽見沒有 聽見了 下頭輸了 最近心情不錯啊 錢存了嗎 存了存了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都是些垃圾短信啊 沒摔壞吧 沒事沒事 我 Wherever is 我只能把錢或是 那什麼我我我我截個大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別崩得很爆炸啊 沒事沒事沒事別崩得很爆炸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苏 来了 来了 想你们了 来 燕子 就买这么一点 彩票不就是图个乐吗 谁还指他挣钱呀 好 瓜瓜乐 好嘞 瓜瓜乐 来 给你 这个 哎呀 这谁 谁来挂呢 当然是你自己挂喽 叮叮当当 我手想起 你看看 你 燕子 来吧 刮吧 我 我 好 要中了 封红啊 别打我中奖了啊 中奖了请你吃面 又吃面 请你们吃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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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随便看看什么烤啊 行 对 来 来 来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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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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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树涂上颜色 菲菲啊 接个电话 好 知道 喂 茗玉 不了吧 在外面吃饭多麻烦呀 来家里吃多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给你大哥说一声 好 晚上见 明哲 茗玉来电话 说晚上请咱们吃个饭 你没跟他说到家里来啊 他明天就要离开九星山了 而且我也说了 我说在美国吃中餐挺贵的 你在他怎么说 怎么说啊 他说不是请咱俩吃饭 是请小咪吃饭 我们只是沾了小咪的光 这个茗玉啊 真是 算了 他想请咱们吃饭咱们就去 反正茗玉现在很有钱 不吃牌不吃 小咪 一会儿就要见到姑姑了 你开不开心 真好 真好 大哥 我要的瓶茅台 咱们一块儿喝点啊 咱们今天是家庭聚会 喝这么好的酒 有点破费啊 我好不容易来趟美国 好不容易有机会 能请你们吃顿饭 咱别再说破费这种话了 太扫兴了 行行行 我听你的啊 大嫂 你看这些菜眼熟嘛 肯定都特别符合你口味吧 都是我爱吃的 都是你的家乡菜 茗玉啊 你真是费心了 你不知道 你这个大嫂就是一吃苦 而且就爱吃中餐 来美国十几年了 改不了这习惯 怎么改呀 这是天生的中国味 改得了吗 茗玉 我不怕你笑话 我刚来美国上学那会儿 就天天想吃中餐 可是中餐贵啊 一个请学生怎么吃得起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宿舍 正是想中餐想疯了 就把我的中国心 那首歌的歌词给篡改了 然后我就发到留学生圈里 没想到还火了 是吗 怎么改的呀 那首歌是这么唱的 我到现在都有记得啊 那个 虽然中餐吃不上 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好 我的祖父先造一把我的胃 打造成中国胃 走调了你的 他哥打响唱歌就五音不唱 不是 走调了 走调你还能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杰志 真是 你多久没这么开心了 真好 来 我今天见明玉的酒吧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来 一起吧 来来来 我喝酒了就没法开车了 没事 咱们打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明玉 你不知道 这每个人的房子啊 都在郊外 离城区特别远 而且这个出租车费也挺贵的 主要是不方便叫车 对 不方便 我叫那辆车我送你们 我这公差可以报销的 明玉 要不然你今天晚上住我们家吧 不行不行 太打扰了 我到时候就让那辆车再送我回来就行 不会 明玉 明玉 陪你大嫂子 对啊 你去我家 还可以跟小咪多玩一会儿 小咪 你可以把床给顾顾睡吗 嗯 顾顾就去陪你好不好 来来来 那我们就 欢迎明玉来到美国啊 来来来 谢谢了明玉 来给大嫂 来来来来 你家庭的酒好 嫂子 明哲哥 郑大赵 你在这干嘛 别提了 戴维那个孙子 把你裁了之后 也把我给裁了 我这不想是暂时过渡一下 就来做顾顾的 不过说真哪儿那种公司 待不待也无所谓 还不是端盘子呢 对了 哥 你怎么样 工作者了吗 快了 菜齐了 慢用 谢谢啊 明玉 我们吃吧 大哥为什么要隐瞒 失业的事情啊 你应该把真实情况 告诉爸的 你只要瞒得不说 爸和苏明成 还以为你在美国 明玉 你大哥一直瞒着没说 也是因为担心爸身体 他年纪大了 怕突然一说了 他身体受不了 大嫂 你不知道 爸因为来不了美国 跟苏明成一家 闹成什么样了 你要告诉他了 他心血还能消停一些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大哥 如果你有苦衷 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打一把 他那个人你不是不了解 跟小孩一样 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 就会变得无力取闹的 什么叫无力取闹 你不是说你跟苏姐没关系吗 苏姐的事你从来都不管吗 那你来美国看我干吗 你是来看我 我觉得你是来看我的笑话 看我这苏家大哥 在美国过得好不好 你现在看到了 我在美国过得很窝囊很失败 明确 别管我 喝多了吧你 没喝多 你看到了 苏姐 走 我 来 他是 那个 日子 因为他 他 慢点喝打扫 明月 别怪你大哥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我考虑不住 我不应该选在这个时间 跑来打扰你们 对不起了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 你不知道 为了这件事情 我跟你大哥在家里 吵了几次了 我跟你大哥在家里 你大哥他这个人爱面子 自尊心又强 他怕你跟老二知道 他失了业 在美国过得不好 会瞧不起他 大哥这人真是 他怎么好到 他就会失业了呢 本来在妈去世之前 他们公司就要采减 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 后来我们才知道 当时采减人的名单上 没有你哥的名字 毕竟他是科研骨干 能力又强 可是拼在这个时候 妈去世了 他请假回国温丧 这一走呢 就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 把他给挤掉了 但以大哥的学历和能力 在美国再找一份工作 应该不难的 别把美国想得太好 零八年至今 美国的经济一直就不紧期 失业率又高 像你哥这样的IT高端人才 要是丢了工作 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合适工作 真的挺不容易的 那还不如回国发展 回国 你以为混过绿卡容易吗 像我们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 所有的青春汗水 还有高昂的水晶 都撒在美丽坚的土地上了 其实在美国像你哥这样的 好不容易混上绿卡 立足了美国 现在突然又宣布要撤出美国 别说同事同学之间笑话 就连辛辛苦苦供你出来的二老 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 没个能瞧得起你啊 所以啊 所以啊 有时候 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 不得不打正脸冲胖子 死活赖着不走 也不愿说美国不好 更别提回国的事了 放心吧 大嫂 这事我不会跟任何人提醒 如果不不不敏 吃果肉 吃饭 吃饭 腿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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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